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3年10月29日 今天是星期日 來到星期日的晚上香港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詳細揭露時事 這節要跟大家說 是關於李克強的音樂 這個是 李克強離世的整個劇本 還有時間 還有詳盡分析 在中國大陸 在網上流傳著 現在當前 跟中國大陸最大關係的事情 就是前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忽然之間離世這件事 現在 在內地也有大量的陰謀正在流傳 我們當然也不相信 背後並沒有任何陰謀 剛巧李克強作為 習近平的大敵 忽然之間 自然 無端端心臟病發 真的 小朋友也不再相信 好 你在聽這條頻道 是我們的新頻道星期二日報 好 你在聽的繼續是我們王牌時事節目星期二得道 我是這個節目的其中一位主持 我是Johnny Ford 其實這麽大件事我也想跟Tony抽時間做聯合廣播 但是 剛好他這段時間不在倫敦 那麼他就快回來 但是 當他回來 我也剛好要離開一段時間 所以也沒甚麼辦法了 看看我們能否把握到這個時間 這一節我們要揭露 現在在網上流傳著 關於 這是國務院前總理李克強27日 當日發生的種種 不合理 還有整個 中南海習近平的陰謀劇本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詳細揭露 我們繼續詳細揭露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舊頻道是星期二得道 大家仍然可以訂閱 我們現在正在廣播的是星期二日報 大家記得訂閱啦 我們還有一個後備頻道 是星期二新聞集團 敬請各位記得幫手按訂閱 請各位 這是最重要的 請各位記得運用免費方式支持本台廣播 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 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烏大法 即是無限循環播放大法 敬請各位記得一定要幫手支持啦 網上這個叫做新聞調查 亦分析了這個當日 是李克強在醫院 附近的影像還有時間點 好了 是把整個李克強撤死 的劇本 推測出來 根據當時的消息 李克強在26日 抵達上海 然後就入住上海東郊賓館 然後繼續說他有游泳的習慣 好了 這裡也夠不合理了 我們跟大家說過了 我們不知道上海東郊賓館 是不是真的有游泳池 現在是甚麼天氣呢 現在是 11月 快11月 天氣也相當之冷 到底在現場的 是不是一個室內的游泳池 是不是真的有暖水設施呢 這個全部都是疑問 我當你真是有暖水的游泳設施 說他游泳池出事 附近 有甚麼人出現過呢 有沒有其他特工出現過呢 在現場 這個 是游泳池 有沒有閉路電視呢 正常的案件 如果你真的要調查 你忽然之間 說有個人在游泳池游泳 然後是心臟病發 正常來說 你也要調查到底當日 整個案發現場有沒有異常 有沒有其他人出入 還有要檢查 死者身上有沒有任何可疑的痕跡 就算是一般的案件 也應該這樣調查 更何況這個 還要是前國務院總理來的 是正國級 的國家領導人 到底是甚麼原因 李克強忽然之間游泳 在游泳池出事 沒有調查 沒有人問責 沒有 將 這個地方 重重包圍 那你告訴我 是甚麼原因 中國大陸官媒就說李克強 在27日的0時10分 在上海心臟病發 然後就逝世 劇本 是餘下 確定了上午11點前後有游泳的安排 然後計算好時間 將心臟麻痺 又或者意識喪失 的藥物 加入早餐 又或者飲品 導致他游泳的時候 突然之間心臟病發 而周圍 一早已經安排好了 警衛 假裝 施救 這個在中國大陸絕對是有可能發生 如果在香港 你查一個普通的刑事案件 商述 的內容未免誇張了一點 但是在中國大陸 是真的一點也不奇怪 大家也不要忘記中國大陸 中國共產黨政權 其實本身就是這個蘇聯 的共產黨 的一個複製品 蘇聯本身就是有大量的特工 會進行暗殺的行動 大家不妨可以多看這個電影 其中一套電影叫做《紅雀特工》 就是清楚說了這個蘇聯特工到底如何運作 如果是有心要動這個李克強的話 其實 絕對是可以做得到 如果李克強純粹是那天剛好 不幸運 真的是心臟病發 整個環境根本不應該是這樣的 因為這件 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 到底這個賓館 有沒有嚴重失責 甚至乎是不是有份參與謀害 是全部都要進行刑事調查的事項 居然所有刑事調查 甚麼都沒有 按照這個推測的劇本 當時如果已經 落了藥物 落到李克強的食物裏面 使得 他心臟病發 只要 對他 不是真的做急救 然後 就會很快就沒命 大家知不知道 如果心臟病病發 如果 差不多在五分鐘之內 如果不做任何急救的話 其實五分鐘就可以沒命了 所以大家如果學急救就會知道 最重要的部分 就不是包紮傷口 止血 那個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部分是心肺復甦 心肺復甦就是因為擔心心臟停止跳動 如果血液 在 五分鐘之內 你不浸上大腦那裏 大腦是會死亡的 所以 為甚麼要做心肺復甦 就是在捱到 救護車來之前 其實救護車來到 救護員也是幫 那個可能是 傷者 做心肺復甦 如果有AED機 大家應該看電影經常會看到 就是有一部機是黏兩塊 貼到傷者 心口那裏 然後通電 那部機是做甚麼的呢 那部機 如果心率 跳動不正常的話 簡單來說是透過 電流使得 人體的心臟 去reboot 好 這裏我們當作是少少知識分享 你不要當作是課程 因為如果你要學習這些 詳細的內容 你應該去上急救班 急救班 我們是非常建議所有人都去學習的 你不單止 可以 幫到人 一定幫到 不單止幫到家人 幫到朋友 其他人有事的時候 你也可以幫到手 好 繼續回來研究這個李克強的案件 只要五分鐘 就可以 令到確保 李克強一定 救不了 好了 在現場一組佈局好的醫療團隊 就是幫李克強做假的心肺復甦 不斷做常規動作 然後就等救護車 最明顯的證據就是這輛救護車竟然 將李克強 政國級的國家領導人 送去了 一間中醫 柱光醫院 而不是將他送去 是這個 中國國內心臟科前三名的中山醫院 他明明說是心臟有事 竟然將他送去一間中醫 柱光醫院 原因就是因為這件事 很明顯是一個已經安排了的劇本 牽涉的人越少越好 如果你帶去 一間知名的醫院 首先第一 牽涉的人越來越多 我相信這個行動 去到那麼高級別 就是由習近平 針對著這個 前國務院總理 要動手 如果這件事真的是一場 特別的行動 他一定 可以知情 牽涉的人是有限的 因為實在太過敏感 加上習近平 是甚麼人都不相信 如果真的要做這件事 最好是越少人知越好 他絕不可能首先通知 中山醫院 因為這樣就會把這件事罵大 所以 其中一個很明顯的證據就是救護員 救護車竟然將 李克強 一定知道這是李克強 竟然送去一間中醫醫院 因為根據急救的例子 就算真的是一個人 心臟完全停止跳動 有很多 奇怪的案例 到最後 不知道為甚麼那個人竟然 奇蹟地忽然會恢復 整件事拖到深夜 過了凌晨時份 發喪 這個也符合 是中國大陸 一貫 假裝了 對中央領導人搶救的過程 其實這個 是 完全跟演戲沒有分別 現在這個 叫做李克強 離世 的整個劇本 正在在網上流傳 我要補充了 剛才有部分的分析是我 對這件事的分析 流傳的劇本版本並沒有 那麼詳盡 說這個是游泳池的佈局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想起這個是2019年 這個叫做陳彥霖的案件 又是 忽然之間牽涉游泳 然後忽然之間跟你說餘溺 這個李克強案件更加嚴重 絕對不會讓你驗屍 現在李克強的遺體 要跟你說要極速火發 我相信整件事 的真相 再明顯不過了 這個 是中國大陸 極其血腥的權鬥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居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雙人房、家庭房 每個月由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運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一些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貸貸衣 也是